断浪为了找尼菩萨补散天机 来到了清凉四抢夺火侯 不曾想火侯的主人布虚大师 竟是深藏不露的绝顶高手 先是用出一招佛光普照 打得断浪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手之力 再是用出一招如来神掌 一掌将断浪逼出殿外 哪知这是断浪的吊虎离山之际 他将布虚大师引出大殿之后 立即出手将布虚大师托住 而断浪的两个手下 则是趁机进入大殿拿走火侯 布虚大师见状大呼不妙 立刻摆脱断浪的纠缠 施展轻弓拦住两人的去路 三两招便将火侯抢了回来 随后施展轻弓离开了清凉四 与此同时 秦霜和布虚云来到了附近 向一个侨夫询问清凉四的位置 他们的目的赫然也是火侯 好巧不巧 断浪三人追着布虚大师 来到了秦霜和布虚云的面前 秦霜当即和布虚云兵分两路 由他对付布虚大师 断浪则是交给了布虚云 断浪说出了当初 输给布虚云的真相 可布虚云却不以为意 认为断浪是在大言不惭 若是真的不服气 那就认真地做过一场 断浪也正有此意 如今没有了熊大的压制 他要堂堂正正地击败布虚云 免得每次遇见布虚云 布虚云都转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用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俯视着他 很快两人交起手来 转眼间变过了十几招 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为了尽快分出胜负 两人纷纷用出了各自的绝招 排云掌对上了十日剑法 秦双与布虚大师相持不下 同样用出了绝招天双拳 布虚大师不敢大意 双手合十手捏活硬 阵阵金色的佛光弥漫开来 用出了大招佛光普障 眼见火猴从树上掉落 断浪连忙摆脱布鲸云的纠缠 施展轻弓抓向了火猴 布虚大师紧随其后 可惜却慢了一步 让断浪抢到了火猴 于是两人就这样一追一逃 逐渐远去消失不见 布鲸云本想施展轻弓追的 却被秦双出言阻止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人 秦双识破了尼普萨的伪装 尼普萨也不打算再躲下去 愿意跟着两人前往天下会 可由于火猴被断浪抢走 尼普萨脸上的毒疮发作 很快体力不知无法行动 秦双见此拿出了天下会的解毒单 让尼普萨服下压制毒素 并安慰尼普萨的孙女不要担心 秦双很对尼普萨的胃口 他看了一下秦双的面向 却发现他注定无儿无女 布鲸云闻言很是不屑 认为江湖术士之言不可信 尼普萨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出了秦双和布鲸云的宿命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可以了解哪台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啥车 看看董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可是却不能拥有 而你正好相反 你以为你拥有 其实不是 那你可曾算过会有今天 尼普萨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表示替别人算命的人 却从来不会替自己算命 因为知道了命运却不能改命 对他来说是或非福 尼普萨的话音刚落 一股强大的气息迎面袭来 秦双和布晶云如临大敌 纷纷用出了各自的绝招